要吃蛋 要吃蛋 熱情的年輕球員爭先恐後 搶著跟柯文哲握手 台北市長柯文哲 13號來到橄欖球場 為第一屆市長杯橄欖球賽開球 3 2 1 謝謝市長 不過前一天柯皮斯人行程 意外現身關於蔣經國的新書發表會 但即使是一個獨裁統治者 為什麼在去世這麼多年之後 仍然獲得不少人的懷念 是我們對台灣過去的歷史認識不足 還是我們當前的政治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環境的問題 每個人的看法也許不一樣 但是大家能夠誠實講出自己的想法 才有可能真正瞭解彼此 才有可能真正的環境與改進 推崇蔣經國 卻被解讀為拉攏申籃選民 柯文哲急忙否認 沒有啦 我跟你講喔 這個我想太多了 其實是這樣啦 我們總是希望一個社會可以更合作 更和諧 就這麼簡單 而且主要是做者也是朋友 所以有時候是幫忙